马克龙声称要向乌克兰派兵的事情,还在持续发酵,经过几天的讨论下来,几乎整个西方世界都与马克龙撇清了关系,纷纷表示北约没有跟俄罗斯开战的意思,所以也绝不会向乌克兰派兵,但是马克龙也够强硬,尽管北约已经一边倒了,还是拒绝收回此前派兵的说法,坚持自己关于俄乌冲突的每一句话都经过深思熟虑, 为何马克龙能够如此肯定,北约会向乌克兰部署军队,德国总理舒尔茨接下来的表述,或许揭晓了答案,按照舒尔茨的说法,英法早就成了俄乌冲突的直接参与者,他们在向乌克兰提供风暴支营导弹时,也派遣了军事人员,进入乌克兰协助乌军发射,简单的说,英法两国早就派人在乌克兰干活了,此话一出,瞬间炸开了锅, 英国立马站出来抨击德国,指责舒尔茨在错误的时间做出错误的选择,他这是在北约国家的安全工作,有些是心照不宣,但如果把话说得太明白,影响就不一样了,举个例子, 北约早早在黑海不下了侦察网,两年间俄黑海舰队几乎全军覆没,那是谁提供的坐标,是谁引导乌军导弹,无人艇完成精准狙击,实际上所谓西方盟友的介入,本就是全方位的,单靠给钱,给装备就能让俄乌冲突进入第三年,盟友们派人参战避免不了, 只是按照北约的官方口径,都是雇佣兵的个人行为,与盟国无关,自然与北约也就毫无关系,只是这些雇佣兵到了乌克兰战场,接受的完全是北约指令,也就成了所谓的北约教官,所以现在早已不是北约要不要派兵的问题,而是北约要派多少兵参战,参与到什么程度的问题,对此难道俄罗斯毫不知道? 其实普京心里门清,奈何俄罗斯媒体实单力薄,只能与北约一直保持着你不承认,我也没法点破的这种微妙平衡,那为何这次,朔尔茨要公然发声,将此事点破? 在英法相继向乌克兰送去了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后,德国面临盟友越来越大的压力,2023年,泽连斯基便已向德国提出正式要求, 要求德国提供金牛座,以装备在F16战机上,前不久乌克兰又再次向德国提出了,援助金牛座巡航导弹的要求,但朔尔茨始终没有松口,他原话是这么说的, 德国的国防制度和政治体制,不允许德国在保密的情况下提供这些武器,也不允许德国士兵秘密前往乌克兰操作武器,但英国和法国不一样,他们可以向乌克兰秘密部署士兵,操作自己提供的远程武器, 简单来说,如果把金牛座导弹提供给乌克兰,这就意味着德军人员必须要秘密进入乌克兰,即使目前英法援武的远程武器就是这么操作的, 但德国做不到,其实一直以来,德国在军援乌克兰的问题上还是比较爽快的,截至目前,德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近18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,包括鲍二主战坦克、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等等,近日德国政府还宣布,将在2024年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增加一倍,达到金人的80亿欧元, 德国已然成了泽连斯基新任金主爸爸,那为何在金牛座巡航导弹问题上却又如此坚定? 先来看看金牛座究竟是一款什么样的武器,金牛座是一款隐身巡航导弹,空中飞行速度能够达到一马赫,更重要的是,相比于风暴阴影,最大射程可达500公里,威力也更大,钻地弹头可以击穿6米厚的钢筋混凝土,或36米厚的土层, 采用贯导加GPS加末端红外成像复合制导,命中精度在10米以内,这样的大炮仗一旦投入俄乌战场,势必直接威胁到俄罗斯本土,乌军可以用其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持目标, 甚至让阿弗一六战机突破俄罗斯防线轰炸莫斯科,如果乌克兰用金牛座炸了克里姆林宫,那俄罗斯会不会直接掀桌子,对德国宣战与英法不同? 德国不是核大国,加里宁格勒距离柏林只有不到600公里,虽然朔尔茨的德国政府愿意为乌克兰掏钱,但很明显,德国只想掏钱,绝不愿意把自己搭进去。 乌克兰经历两年,纯靠外部输血的凹战之后,乌克兰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已疲态惊险,有生力量损失大到泽连斯基撒下弥天大谎,而随着阿弗纪耶夫卡的失守,乌克兰在东部前线已经无限可守,外部援助方面,随着俄乌战线拉长到两年以上,西方一些国家开始逐渐失去队伍援助的耐心,法国总统马克龙高呼出兵乌克兰, 但事实上法国队伍援助总额不过6.4亿欧元,尚且不及德国开战以来队伍援助的临头,而付出大笔投资,却没有换来任何胜利希望之后,德国不再继续信任乌克兰,舒尔茨公开表示拒绝出兵乌克兰就是德国的态度,钱还是要给,但是给钱不代表信任你能赢,你说搞笑不搞笑,相比之前,在开战之后, 承受西方一万多项制裁和极限施压的俄罗斯,在开战初期确实显现出了草台班子的迹象,但遭到孤立的俄罗斯并未因此一蹶不振,反而是通过独特的战事经济模式和庞大的军事动员,实现了经济和军事层面的双逆转, 经过两年敖战,俄罗斯是越打越有惊,在稳住战线的基础上,俄罗斯从2024年1月开始全线反推,从北线的库普杨斯克,到东线的阿富基耶夫卡都实现了反攻, 预计今年5月至秋季,俄罗斯军队还将在北线和东线发起重大攻势,而到今年11月,美国总统大选的关键节点,俄罗斯还有可能是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,对乌克兰发起新的攻势, 再回到欧盟内部,对援助乌克兰的公开分析,尽管法国和德国已经开始公开唱反调,但出兵乌克兰这时,在欧盟和北约范围内,还真不是某一个国家说了就能算的,先说朔尔茨拒绝出兵的表态,根据德国议会参议法的条款,德国在向境外派遣武装力量时, 需由德国联邦议院审议通过,即便联邦议院审批通过,出兵规模和形式,也要受到联邦议院的严格监管, 联邦议院有权随时终止军事行动并撤回武装力量,也就是说出兵还是不出,出多少兵,怎么出都不是由朔尔茨说了算的, 他的表态只能代表德国联邦政府的态度,并不能影响德国联邦议院的最终决定,再说北约现在和将来, 都不会成为乌克兰冲突一方的提法,事实上北约早已间接卷入俄乌冲突当中, 在乌克兰战场上被俘虏的换皮雇佣兵不在少数,北约装备更是已经成为乌军的主战装备, 只不过目前北约还没有以国家的名义,直接派遣地面部队,参与俄乌冲突而已, 而朔尔茨所要表达的态度,也只是德国政府的态度而已, 如果未来有一天真要触发了北约的集体防御机制,出兵不出兵,那完全不是德国所能决定的。 当然就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国家表态来看,法国提议的出兵乌克兰只是表个态而已, 北约三十一国中同意出兵乌克兰的成员,无疑是个位数级别的, 即便是目前这支看起来半死不活的俄军,那也不是北约天兵下场就能轻松啃下的, 谁上谁吃别。